今天的工作任务呢是帮阿姨继树 我呢三十多年来第一次呢 这个继树也从来没继过 所以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继的好 试试吧今天 这个树啊是挡光 它正好是在最北侧 所以它这个树呢离房子又近 挡光呢是树下面这一部分树枝 就留中间那个粗感 树已经锯完了 来看看今天的成果 树我们锯完了 但是锯下来的这一堆的树枝树干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因为太多了 这又是为什么在新西兰找外面的工人 锯一棵树要200刀的原因吧 因为他们会把这些东西带走 但是我们自己锯的话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阿姨也非常犯愁 然后我也在网上查了一下 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只能我们去租一个拖车 然后把它们全部拉到垃圾厂免费倒掉 前提是我们的车必须要有拖把 有拖把才能拉这个拖车 但是阿姨的车也没有拖把 所以我们很可能就只有把这些东西 装到后备箱里边 估计要拉个四五车吧 才能拉到垃圾厂全部倒掉 这实在是太多了 很大一个难题对不对 现在已经晚上了 房东阿姨已经睡觉了 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工作吧 今天锯了一棵树的一些枝干 因为它挡住了阳光 顺便也帮阿姨呢修剪了一下其他树的枝叶 工作的总时长呢没有超过四个小时 总的来说呢还是比较轻松的 阿姨也没有围难我 晚上呢我帮忙做了包子 然后也吃得很饱 不知道明天阿姨还会给我什么样的工作 所以我要早点休息了 大家晚安吧 是啊 是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